接下來方程老師要介紹第三題 說啊 假意品品等七個人排列 我們要問說現在的課有幾種排法 第一個 任意排 任意排 七個人排列 答案是多少 七階嘛 對不對 七階 就是七乘六 就是乘到一 對不對 那這裡剛才乘出來是七百二嘛 那七百二再乘七的話是多少 我零四零對不對 所以我零四零 就是第一個的答案 那第二個呢說 夾以品要排在一起 排在一起 或者一定要相領 這個時候有一個技巧 同學要特別注意到 排一起的話 就把它綁起來 好 綁起來 就變成夾以品 這個在裡面 然後還有剩下誰 釘啊 物啊 擠啊 根啊 有七個人 那這裡綁在一起 那這個就算一個 算一個位子 算一個位子 好 一 二 三 四 加這個 總共有五個 五個位子在排 那五個位子排一列的話 那當然就是五階層 五階層 那排完了之後 其實夾以品他沒有說 夾一定要在左邊 一定要在右 中間還是在哪裡 所以這三個人 這三個位子還可以排 那三個人排三個位子有多少 三階 所以這裡再乘三階 這五個位子去排有五階層 但是這個裡面它有三個位子 它可以任意排 所以再乘三階 好 這個五階的話是一百二 再乘三階是三乘二乘 所以三二六 再乘起來是七百二 好 第二個小迪 七百二 那第三小迪他說 甲一柄要完全分開 完全分開跟排在一起 是不是剛好不如啊 不是喔 為什麼不是 因為排在一起是三個一定要相離 相連在一起 但是可能夾以連在一起 比沒有連在一起 這個不是這種也不是這種 所以它這兩個不是和解互補 不是喔 這不用互補喔 如果不完全相離 那就是互 這個是完全相離 這個不完全相離 那就是互 就是用全部這一排扣掉它 就會是不完全相離 現在是完全分開 就不一樣喔 那不一樣會變怎麼樣呢 不一樣的話 那是這樣子來做的 特別注意到這個方法 完全分開的 其他的心法 第三個 一定要分開 完全分開 密不相離 不相離 不相離 或者完全分開 他的方法是 其他先開 那其他排碗呢 我們再排這些排碗的東西的空隙 那我如果排在這些的空隙裡面 我中間一定有隔了其他的 就不會排在一起 所以它就一定會分開 那現在夾一餅要完全分開 所以其他有幾個人嗎 其他有四個人先開 四個人排列 有幾種方法 四階 對 四階 好 那剩下的有 一 二 三 四階 這四個人排完了 結果這四個人已經排完了 那夾一餅就排在這個空隙裡面 再來排入共隙 共隙的地方 他排在共隙的地方就一定不會相離 所以這裡有幾個共隙可以排 有五個位置 那夾一餅 夾先排 是不是這五個隨便選一個排 所以乘以五 再來以在排的時候 可能假選到這裡 那以在排的時候剩幾個可以排 剩四個 平餅 剩三個 這就是你們要的答案 所以這個是四乘三乘二乘一 這個是二十再乘以三就是六十 那這個乘起來是六四二十四 二十四乘以六十多 當多少 第四四 好 再來我們看第四個 第四小題 第四小題他說 甲乙要相離 但是丙丁一定不能相離 好 那甲乙相離怎麼辦 我們說一定要相離怎麼辦 綁在一起 所以甲乙先綁在一起 那丙丁一定要分開怎麼辦 其他先排 所以其他還有誰呢 好 丙丁不要看的話 甲乙還有物幾根對不對 物幾根 所以這樣一二三四 這四個先排 四個先排 所以有幾個方法 四階 一二三四 四階陣 四階陣 但是其他也可以怎麼樣 互換 因為這兩個位置還可以排 所以再乘以兩階陣 好 拍完了以後插空隙 這邊有幾個空位呢 五個空位 那丙丁 第一個丙可以選的時候有幾個 五個位置可以選 再丁四個 所以這個就是它的答案 好 那這個呢 四乘三乘二乘一對不對 再乘以二乘一 再乘以這個二階對不對 那這個就是四十 四十乘以這個二十四乘 乘以四十 所以大家多找 九乎六階 好 看看有沒有問題